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微信 266 82135 好高无远 也可以说不切实际 一番都是狂想 妄想 他不是脚踏实地地去做 我是主张 人要从近处着手 要从远处着眼 光是有大的志向 有大的愿望 而没有去脚踏实地地开始做 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个永远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狂想或者是妄想 那么这种人 虽然心怀大志 其实这种是无能的人 应该也可以说是懒人吧 心怀大志的人 虽然还没有得知之前 他一定还是很实在地在生活 在工作 在古人 在古时候的人 有一些人还没有当宰相之前 他是在做农夫 或者是做工人 或者是做侨夫 然后被发现了 机会到了 他就做将军 做宰相 像这种人 他做侨夫的时候 真正做侨夫 他并不是说 我是做宰相的人 我怎么做侨夫呢 我是一个做将军的人 我怎么会在这里做农夫呢 不会 在做农夫的时候 真的是做得像个农夫 但是呢 他这个志向有一个大的缘景在 那么如果是老是心理员在幻想着 我是准备要做大事的 现在这些小事我不想做 这个我自己遇到蛮多的这种朋友啊 师傅上次也说 说很多的懒人 其实他觉得很忙 因为他有好多事都永远没有完成 就让我想起 人多多少少都会喜欢拖 其实该今天做的事 就想说 哎 没关系啊 后天才开会 我明天再做还来得及 这种拖也是不是一种懒的心态 这个也就是说 我想算是懒的一部分 因为工作是要干的 不是等的 急是不需要了 那 干一定需要 工作如果不敢 是不容易干出来 不容易完成的 往往都是在 脾气的情况下 敢工作 不眠不休的甚至于 来把它干出来 那有些人呢 那有些人呢 就是说 没关系啊 今天做不完 明天再做 明天做不完 后天再做 或者我自己做不完 没关系 后代再做 这都是一种啊 一种借口 也可以说是一种懒人心态 是 应该呢 随时随地 自己今天做的 自己今天完成 明天是不是 或者不知道的 能够赶出来 赶快把它赶出来 是 那师傅上次也提到 就是说 懒惰跟精进是相对的 那我们知道 佛法是很强调精进的 这是为什么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敢 这个佛法将 克齐 取正 克服的克 齐是齐现的齐 然后取 取正 取 取 取东西的取 取东西的取 正 正是证明的正 取正啊 克齐取正 克齐取正的意思 就是在一个阶段之中 一个时段之中 一定要完成一个什么 很多人就是发怨啊 发怨 怨我这一生之中 要完成什么 但是呢 要去做咯 空怨不行的 空的怨不行 因此我常常劝人家发怨 如果你发了怨以后 你一定要做 你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自己发了怨了 你呃 你会动的 你会动的时候 你把你的怨心 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不发怨 你大概不知道 动什么 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 动到什么程度 呃 因此呢 我希望能发怨 发怨以后呢 你一定会 尽尽努力去完成 你这个怨心 是 那对一般人来说 如果他也有喜欢拖延啦 或者是说想要 懒惰啦 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师父会开出什么样的药方 或者什么样的处方 来帮助他 克服这样的悉心 第一个我告诉他 生命无常 人生可贵 生命是无常的 随时都可以死 不知道死 什么时候死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人生呢 是可贵的 我们失去了这个身体 失去了人的这个身体之后啊 我们再想要 用人的身体 来完成的工作 就完成不了了 所以在我还没有 在我们还没有 生取人的身体 的生命之前呢 要好好的运用 我们这个无价的生命 来做啊 我们呢 无限的贡献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激发一个人呢 一个上进的心 或者是呢 可能去除懈怠的心啊 否则的话 人就是得过且过 反正是人就这样子过一生 我们一定要强调 人生是可贵的 人的生命是很难得的 但是呢 非常的短暂的 我们好好地珍惜他 要好好地运用他 是 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呢 我们知道 我们要用无价的生命 做无限的贡献 同时 我们要远处找眼 近处着手 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也欢迎你下次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